各位豆粉們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我是莊一葉醫師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如果你下巴或是胸口長那種凸凸 你認為它是長青春豆了 可是你再怎麼擠 它都擠不出任何的濃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其實它是一個凸豆疤喔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治療它 讓我來告訴你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咖啡 要遇到对手了 它会痛吗 会痛啊 会吗 这种秃动疤疤呢 它其实它就是卸足种 真生性疤痕的一种 这样子的秃动疤疤 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打一些雷射 可以做一些药物的治疗 我们先从注射性的药物治疗开始 它擦任何的药物是没有效的 我们先讲它为什么会出现 它是因为胶原蛋白里面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的正常组织里面 我们的胶原蛋白分好多型 有一型会比较高 有一型比较低 这是正常的组织 它原本是这样子的 但是疤痕组织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其中有一型它长得比较硬的 胶原蛋白它比较高的时候 它的硬度它就会突然之间变高 你摸这个疤痕嘛 如果说这个疤痕你觉得它很硬 然后你稍微把它抓起来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说它其实很厚 有时候3mm 有时候4mm 有时候甚至5mm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擦药 药物大概停留在表皮层 然后有一点点可能会下到真皮层 就这样而已 根本不可能把这么厚 这么硬的疤痕 凸的痘疤给消灭掉 这个唯有我们可以打一些药物进去 到这个疤痕里面 它才有可能变得比较薄 这些注射性的药物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打一点肋固醇 不要大家听到说肋固醇 我会不会变成月亮脸或是水牛肩 不会这个药物是一点点而已 它对我们的全身的系统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它注射下去之后呢 它会造成疤痕里面的发炎反应变得比较少 所以疤痕就会稍微萎缩 或是打5FU 5FU是一个抗癌药物 可以造成这一个疤痕做萎缩 可是呢并不是说我今天打肋固醇 这个疤痕就要不见 其实通常都不会这个样子 这个疤痕它会变得比较软 它变得比较扁一点而已 可是我们有一些病人今天开胸 今天做一个CHEST SURGERY 开胸手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这样一整条的 然后上面就全部都是卸足肿的疤痕 十几二十次之后 这些疤痕虽然有变比较软 可是它的外观一点改变都没有 这一些形态的疤痕 其实对病人来讲 每次脱开衣服 他就会觉得说这个疤痕不好看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它其实会很痒 这些类固醇 5FU这些药物 它会降低这些反应 可是没有办法降低很多 打过的病人他一定会知道 这个是痛不欲生的治疗 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治疗呢 其实就是打雷射 那上一集我们有谈过 气化石雷射 它把这一些疤痕做局部的气化之后 再让新的胶原蛋白长进来 那重点是 这一个新的胶原蛋白 刚刚讲的正常是这样子 可是疤痕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要试着把这个疤痕的 里面的胶原蛋白再回复到原来的这个样子 像UP雷射 因为它可以打得很神 它有把局部的纤维化组织给气化掉之后 它再重新长回来的胶原蛋白 它是会趋近于正常 并不是完全正常 所以在外观上 它还是会看起来比较像疤痕 但是会漂亮许多 我钻孔可以精准的钻到皮下3mm4mm的 我们可以立刻马上投语 我们想要投语的药物 在3mm4mm的地方可以直接下去了 不需要打针 病人也会舒服很多 重点是病人在施打一两次之后 这造成它生活上困扰的就是它会痒 会痛的这件事情 会经过治疗而大幅度的降低 你到底该需要治疗几次 但是通常4次6次真的都跑不掉 疤痕它是一个需要长期抗战的东西 但是现在真的有比较好的治疗方式 可以来治疗疤痕 以上是我对秃痘疤痕的一些小小的见解 喜欢我录这些教育短片的人 like 或是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